大家好 欢迎来到北学堂 今天是无常的最后一讲 我发现在一线授课老师或学生信中 这篇文章普遍不被重视 那为啥呢 第一 你们没有看过绍兴的地方戏剧 所以完全没有共鸣 还有第二 你们不知道这篇文章背后的意义 这个其实更为关键 那上一讲 我给大家看了几个活无常的绍兴戏剧的片段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 我看完的感觉是这样的 第一个特点是粗俗 这个活无常一上来就要放108个P 你想一想这也太粗俗了 虽然后来是音乐模仿的 咱总之不登大雅之堂 后面有个人要请他吃饭 吃的其中一样还是拉肚子的屎 你想一想这种情节实在是低端的可怕 还有一点就是他非常好玩 你可以想象一下 假如你是坐在台下的老百姓 上面有一个葫芦场这么在跳放屁什么的 你是一个小孩子的话更高兴 说实在的这种戏剧非常像东北的二人传 啥牌子呀 右单奴 人都左单奴 我在左单奴右边的屋买的 什么省的八百多块钱 什么八百多块钱 这破库八百多啊 打完折四块五 你别听他要讲 黑黑的 我就跟他砍价 跟他砍 停 砍什么你砍 造型没事你可别老出门 买的不胎的 买的 哪天不洗洗澡 天天消费 那也是你去的地方 哪天不去 不是说艺术形式上比较类似 而是说这种表演非常的接地气 这二人传啊 一般啊 都是有黄段子或者下流的玩笑的 你说那低俗呢 那的确啊 但是老百姓他就喜欢这种东西 他非常接地气 而我在北京教书啊 还有一种艺术啊 也是可以比较一下的 那就是德云社的相声啊 这德云社相声啊 要不是郭德纲演出的专场 票价不贵 也就一百来块钱 就是要抢一下而已啊 然后坐在这德云社听听段子 特别搞笑 但是啊 德云社的相声 如果你带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去听啊 这比较尴尬的 因为里头啊 有太多电视台不让播的 你能想象吧 如果大家真的没法接受咱们绍兴的这种地方戏剧 这个方言也搞不动 对吧 那你就想想东北的二人传和郭德纲的带着昏段子的相声 这样你就有共鸣了对吧 好 现在有共鸣之后我们就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了 鲁迅先生啊 民族脊梁啊 他喜欢东北二人传和郭德纲的低俗段子 你觉得这事怎么看 如何评价这种低俗的兴趣呢 你说这文章有什么深刻的意义可以揭读呢 可能有人听了之后是非常生气啊 看低俗节目也有深刻意义 你是不是脑袋教书教坏了呀 真不是啊 就说一点吧 咱们前面讲过啊 鲁迅喜欢的就不是什么正统的文化 他一开始就特别喜欢那种接地气的民间文化 而且啊 这种民间文化让鲁迅的小说是截然不同 有人说鲁迅的文章有一股诡气 你想想这种诡气哪里来的 就是这种低俗癖好中来的 因此对这种东西的癖好 你还真不能够一棒子就抹杀了 它其实很有意义的 有些老师和父母啊 企图孩子学习正统文化嘛 逼孩子读很多的名著啊 反正是被迫的 其实啊 这种被迫的阅读啊 也读不出什么结果的 但是父母歧视的那些东西 有的时候孩子偷偷看的那个东西 往往对这个孩子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有的时候很多正面的建树 来自于这种低俗的需求 这个是很奇怪 也是教育中很难想清楚的问题 那如果你是鲁迅的父母 你看到自己的孩子啊 喜欢这些东西 什么东西呢 像武昌辉 山海经 无常 吊死鬼 还有放屁什么的 你想想 你是父母 你反对还是支持 你肯定会反对啊 所以如果你也反对的话 你就不要攻击鲁迅的爸爸啊 什么被那个建略 不让他出去看武昌会啥的 那是一个父母的正常的行为啊 但是就是这些不靠谱的东西 增添了鲁迅的独特性 那鲁迅对我们世界 为什么他很有价值 怎么现在还是持续不断读他呢 不是因为他是民族伎俩 而是鲁迅有独特性 他的想法 他的文章 别人写不出来 所以我们独他嘛 所以凡是可以增加一个人独特性的东西 往往非常重要 那么从这个角度讲 低俗的东西 有的时候就能构成一个人的 独一无二的重要内容了 这个给我很大启发了啊 我们再说一个更重大的意义 鲁迅对胡无常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艺术形式 非常喜欢 这个还影响了鲁迅对整个艺术的一种看法 这个就更厉害了 讲个故事吧 民国元年 也就是1912年 鲁迅先生呢 引朋友吃鱼 去看这个京剧 京剧是一个登大雅之堂的好东西 中国的国粹吧 结果啊 鲁迅先生特别讨厌 一点好印象都没有 他觉得啊 这个京剧的伴奏的乐器 就非常的令人讨厌 这个观众在那呢 不断的喝彩 特别粗粗啊 想看客 这个剧场呢 非常拥挤啊 这个呼吸都喘不过来 哪怕是那个长凳 就是让观众坐下来的那个椅子啊 这个长凳 鲁迅先生说 我都想到了 咱们古代的私刑拷打的刑剧 他说啊 他说我看到这长凳 就毛骨悚然 然后啊 第一次看京剧就这么结束了 是没有看 他就飘然而去了 这是1912年啊 还有一次 是湖北水灾啊 就像现在湖北正在闹这个非典型性肺炎一样 当年湖北水灾 这个京剧演员呢 就去一眼目捐去了 这个鲁迅呢 就花了两块钱啊 支持一下湖北的这个水灾吧 买了一张戏票 准备去看这京剧 有人说了啊 这一场演出可有明觉啊 谁呢 谭新培 外号谭教天 京剧名讲 一定要看 然后这个鲁迅啊 就等着谭教天出场啊 左等不是 右等不是 说好早点演出 一直等到9点才开始 然后呢 从9点等到10点 再从10点等到11点12点 最后这个谭教天啊 就像那等待歌多里头的歌 歌多一样 愣是没出场 所以这个鲁迅特别生气啊 你说这是什么玩意儿 是吧 然后他非常讨厌京剧 一生再也没有看过任何一场京剧了 那为什么鲁迅讨厌京剧 你想一想 鲁迅喜欢的是红场这种地方不登大雅之堂的贴地气的民间艺术 他怎么会喜欢那种高高在上的那么雅的 比如说像昆曲啊 像京剧这种艺术形式吧 那前者呢 是央春白雪 而鲁迅喜欢的是下里巴人呢 根本就不是一种艺术 在社系一文中啊 鲁迅讲了一下他的癖好 他说 我小时候最愿意看的是一个人蒙了白布 两手啊 在头上捧着一只棒式的舌头的蛇精 其次是套了黄布衣跳老虎 你感觉一下啊 鲁迅这个癖好 他喜欢一个蛇精和这个黄老虎在那挑 你觉得啊 这个京剧跟着谭心培是不是一个档子 他肯定不是啊 所以啊 鲁迅对整个那种京剧等等 医术的奸赏力其实是满地的 接着啊 我再讲一个故事 话说1924年的5月8号 泰戈尔啊 在中国 而且那一天是泰戈尔生日 那这个新乐社呢 就特意在协和大礼堂啊 为之庆祝 并且有林徽因 徐志摩啊 等著名的文人演出泰戈尔的诗剧 叫齐德拉 这梅兰芳呢 就被邀请去陪着泰戈尔 而且就坐在泰戈尔的旁边 呃 泰戈尔对梅兰芳说了啊 在中国能看到自己的戏啊 很高兴 可我希望在离开北京前还能看到你的戏啊 说明对梅兰芳那是非常佩服的 于是啊 5月19日梅兰芳邀请泰戈尔看自己演出的洛神啊 这是名剧了 第二天梅兰芳特意给泰戈尔去送行 这是梅兰芳第一次作为文化界的重要人物被邀请过去参加接待外国文化界重要来宾的特别重要的一次 那这是梅兰芳的高光时刻啊 梅兰芳在他人生的最后一首诗中写的就是这个事 题目啊叫追忆印度诗人泰戈尔 这是梅兰芳的最后的末报写给泰戈尔的 你想一想这一刻重不重要呢 好讲了这么多 你可能讲了跟鲁迅有什么关系啊 别着急鲁迅开始出现了 当时迎接泰戈尔就是给他办生日的那一天 鲁迅先生啊也在场搞到半夜才回家的 当时啊梅兰芳炙手可热的吧 是中国文化的代表 而且有了世界性的神 但是啊隔了几个月 鲁迅在当年的双十一啊 抗那一天写了一篇文章叫论照相之类 里面啊对梅兰芳指名道姓的进行了讽刺 我读一下原文啊 他说黛玉藏花中的林黛玉 眼睛如此之突兀 嘴唇如此之轰啊 还有一句 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 是男人扮女人呢 你说这个太不尊重了对吧 1933年的2月 肖伯纳又来到上海了 又一大文豪 与梅兰芳展开了对谈 对此啊鲁迅写信给自己的好朋友台经农 然后说了中国多梅毒 哎呀 梅兰芳的很多的这个戏谜 一个叫戏谜啊 他这叫梅毒啊 中了梅兰芳的毒啊 简称梅毒 这个语言的恶毒啊 真是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了啊 从20世纪的20年代开始 鲁迅先后发表了 像论照相之类 谁在没落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等一系列的杂文 这些杂文啊 不仅表明了鲁迅 我特别讨厌梅兰芳 不喜欢以京剧为代表的传统戏剧的态度 更为严重的是 鲁迅对梅兰芳本人 是指名道性的批评 讽刺和挖苦 而且这个已经不是什么学术争论了 非常具有人身攻击的特点 好 这个事啊 是一个公案 因为我们知道梅兰芳是大师 还是一个爱国的文人呢 当年他续发不为日本人表演 鲁迅民族脊梁 现在这俩人打起来了 鲁迅对梅兰芳实施了人格侮辱 让你想一想吧 鲁迅讨厌京剧 讨厌梅兰芳 和他小时候的这种戏剧的癖好 是不是紧密相关呢 因此啊 无常绝对不是一个小问题 实际上是给梅兰芳和鲁迅之间的这个论战 或者说这一种不愉快 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那是儿童时期的影响 没法去除的 是一个童年源头啊 那梅兰芳那边是什么情况呢 事情是这样的 鲁迅啊 知名道姓在骂这梅兰芳 梅兰芳啊 一点都没有呼应过 一声没有半句的反驳和辩白 他先后出版了好多书 比如说舞台生活四十年 东游记 我的电影生活和梅兰芳 戏剧散论等等 一百多万字的著作啊 里头居然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提到陆迅对他的攻击啊 因为说啊梅兰芳真是很伟大呀 而且我们知道梅兰芳的确是很伟大啊 梅兰芳这个人一声很低调很谦逊 但是啊 有一个知情人叫王瑶 王瑶先生啊 他说了 1949年之后 梅兰芳当时呢 是全国文联的主席 但是每到要纪念鲁迅生日啊 还有祭日的时候 他要么就说 对不起我有事啊 所以请假要么就提前退席啊 我家里有点事 所以我我先走了 这个王瑶先生说了 这个其实梅兰芳说明内心里其实非常狠 只不过他他没说 没有反驳 他一生啊 谨小慎为谦逊待人 但是对鲁迅啊 估计是咬牙切齿 难以释怀啊 所以梅兰芳和鲁迅都是大师级的人物 但是在那个时候其实是水火不轮的 我说所有的根源就在无常上了 那鲁迅喜欢无常不喜欢梅兰芳的待遇葬花 这个很容易 而且啊 别着急 从这种癖好的一种影响上 后面还引出了更深刻的问题 就是鲁迅对整个艺术的看法 对整个京剧的看法 这个就更影响重大了 咱们就说几点吧 鲁迅认为第一点 京剧怎么能是国粹呢 京剧是封建思想的体现好不好 那里头有大量的什么皇帝啊 什么各种事情 还有城市化的表演 因果报应啊 最后总是大团圆结局等等 这个玩意能叫先进文化吗 那是封建糟粕好不好 所以鲁迅就觉得呀 这个京剧他根本不应该作为国粹 而且讲到这儿啊 你忽然会觉得 其实也有点道理 他的确是以前思想的一个体现 而且我们知道 鲁迅是五四时期的代表人物啊 那个时候像胡适啊 周作人啊 钱玄通都是讨厌京剧的 他们都觉得啊 什么这个京剧肯定是传统封建之独流 这个刘半农啊 甚至把京剧的唱念作答 统称为恶枪死刀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啊 这个鲁迅还认为 古代啊 因为不允许女人演出嘛 所以啊 男人就开始搬女人 我们叫做花旦嘛 大家看那个电影 霸王别姬里头的张国荣 后来不是有同性恋情像吗 就是因为从小 我本是女儿生这样唱唱花旦嘛 鲁迅说 一个男人 因为封建的一种禁令 所以要去扮一个女人 扮成那个样子 他说这个不是被压迫下的一朵扭曲的奇葩吗 这个就像泰国的人妖一样 你不管多么喜欢人妖 对不起 他是反人性的 所以京剧压根就是反人性 所以他就嘲讽了 说这个林黛玉怎么嘴唇如此之后 意思是 你门来方虽然扮这林黛玉很有害 但是本质还是个男人 特别丑 而且这是一种扭曲的臭 这是他对京剧的第二个看法 还有第三个看法 梅兰芳为什么地位那么高 他总结了京剧发展 他发现第一个承认的其实是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喜欢京剧 然后这个京剧就成为一种官方艺术 所以这个京剧本货上是统治者决定的一种艺术 这种艺术 鲁迅怎么可能支持呢 鲁迅最讨厌的就是统治者捧出来的东西 然后大家想一想 后来梅兰芳为什么这么牛啊 是因为被文化界被后来的军阀等等捧起来的呀 所以鲁迅觉得啊 你们这些人呢和知识分子一样都被包养了 知识分子呢就成了席子 席子呢成了知识分子 没啥区别 你看啊 这些看法虽然是比较偏激 也有点恶毒 但是对京剧也好 对艺术也好 其实鲁迅的观点也是有可取之处的 最后啊 我讲一点更为重大的鲁迅对艺术的看法 当然这个看法一般啊 研究梅兰芳或者研究京剧的认为 鲁迅完全错了 我现在觉得他不一定 这个鲁迅是这么认为的 他说啊 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 甚至于尾下肮脏 但是泼辣又生气 而那些士大夫专门为梅兰芳排的戏呢 虽然是哑了 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 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 这种行为是士大夫要夺取民间的东西 把逐之词改成文言 把小家庇域变成姨太太 但一沾他们的手 这东西要跟着他们消亡了 那这段话啊 听起来有点抽象 信息量有点大 我简单解释一下 鲁迅认为啊 所有的艺术首先 蒙发自民间 那么民间的艺术 我刚才讲了就像二人传和北京的德云社相声一样 它是有点像电视台不让播的那种东西 所以它是肮脏的 但是正因为它贴地气 所以它是泼辣的 它是有生气的 你看郭德纳的相声 它到处受欢迎 为什么 因为它有生气 它贴近老百姓的需求嘛 但是这种东西啊 经常会被人攻击啊 说你这个太俗了 不等大亚之堂 那怎么办呢 必须要有一个过程 叫雅化 这是艺术演变的第二个阶段了 就是要变得风雅 那变得风雅 当然需要知识分子的配合 需要上层社会的接纳了 那么在上层社会接纳的过程中 就把那种像类似于黄段子啊 不太好的段子啊 比较粗粗的 肯定都给净化了 净化的结果之后 这个艺术被捧起来了 它是高雅的雅化的东西 但是对不起 老百姓从此看不懂了 小家避遇的东西 成了贵族的姨太太 她的纯洁和生气也就没有了 那这种艺术呢 也就凋零了 再总结一下 艺术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 粗俗的 还有生气的阶段 第二 被统治者或者上层社会雅化的艺术 第三 脱离人民 从此凋零 所以她就预测 梅兰芳 日后肯定不行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她被统治者 被上层知识分子喜欢 那老百姓就不喜欢 然后学术界的普遍看法是 鲁迅先生啊 这个地方对不起 你搞错了 为啥呢 因为梅兰芳在世的时候 那个时候 大家都是追着去看 这美派的表演的 不要说上层社会 那底下的卖江者流 她都是很喜欢的 而且不仅中国喜欢 是走向了世界的 我梅兰芳还去日本演出的 你想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太哥你看多喜欢呀 所以鲁迅先生 你错了 我也承认这种观点啊 有点偏颇 至少在梅兰芳这人生之中 似乎鲁迅先生啊 是大错特错了 但是啊 请大家想象一下相声 那相声原来是什么艺术 就是民间艺术嘛 北京天桥一带 还有天津的一些地方 老百姓很喜欢 然后呢 这些相声演员就在街上 就讲了 唐当当一讲 讲完之后 人家喜欢 就赏几个字 这就养活了艺术家嘛 所以艺术家必须让自己的段子 是老百姓喜欢的 这是第一个阶段吧 民间艺术 后来啊 这个相声就雅化了 雅化的标志是什么呢 就是成了春晚上的节目 我们知道啊 每年春晚 这个相声小品 永远是最新研究 因为最好玩嘛 刚开始的时候啊 的确有很多的 非常伟大的艺术家和好作品 比如说我就是一个相声爱好者 我喜欢语言 不喜欢小品啊 比如说像马记 江坤 冯谷 那时候真是非常好 然后宇宙牌香烟等等 这很搞笑啊 还有什么小偷公司之类的 到现在我都能想起来 这节目真的很好 但是问题是你会发现 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 这些相声越来越不好听 越来越成为歌功颂德的东西 所以郭德纲就嘲笑他们嘛 说我跟主流相声间有个约定 他们负责品位 我负责搞笑 所以现在的相声不搞笑 简直是太搞笑了 你想一想 这不就是相声逐渐哑化 然后脱离老百姓的需求 然后他没落了吗 我记得江坤啊 江坤是影响力非常大的一个主流相声演员 然后他接受采访的时候 说我一年大概演三百场相声 然后那个记者问 那你的搭档是谁呢 这非常尴尬 知道为啥非常尴尬 演了三百场 一个记者去采访 不知道他搭档是谁 你说这个相声 有多么的不被老百姓接受 你就能想象了 但是后来郭德纲出来了 郭德纲只有一个贡献 就是让相声重新卖票 来到街头了 我喜欢就去买票 不喜欢我就走人 我不是有统治者喜不喜欢决定这个相声的生死存亡的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相声有好听了 因为他来到民间了 但同时一些文人雅士就开始批评了 郭德纲你的相声 低俗 妹俗 恶俗 三俗 但我想说 这就是民间一书 他就是肮脏的 有的时候就是登不上 大家知道 但是他就有活力 那被包养的相声 那的确是一样 问题是他没有了 有人说能不能优雅又有生气 如果有这样的一书 那鲁迅先生就白讲了 这两个是两条道路永远不能兼容 所以从我这个例子上能看出 鲁迅先生对一书的看法 依然具有冻见 那回到无常 你想一想 鲁迅只不过喜欢那种比较低俗的东西 但是这个决定了他的鉴赏力 然后又引发了他和梅兰芳之间的不愉快 然后又变成了鲁迅对艺术独特的演变规律的总结 你想一想 所有的源头居然是无常 这种不是特别上层次的个人癖好 而且我发现这种规律 用在文学上也一样好使 有些文学家是为主流人接纳的 但你放心 这些文人写出的东西 往往是泡看的 但是一个人成名之前 他就为了获得市场认可的那些作品 往往具有生命力 举个例子吧 莫言 莫言不是因为被主流接纳才获得诺贝文学家 他是民间走来的 所以他第一件事就要保持自己的小说好看 但是因为好看 他肯定有的时候他不哑 我最喜欢他的生死疲劳 觉得这是莫言可能是最好的小说之一 生死疲劳 我看有一个豆瓣网友 对生死疲劳的看法 特别能代表民间文化的一种特点 这个网友是这么评价的 说这本书第一次看完 只觉得有幽默 有粗俗 有诙谐 有讽刺 有讽刺 有悲壮 有无奈 有露骨的物 有引人发笑 有些地方却又让人嗤之以鼻 这就是莫言 举一个最小最小的例子 就是莫言 看到大家写文章就特别美 特别有识意 他就对着干 好奇异熟 他的文章是特别反识意的 在整个生死疲劳中 找不到任何一段写的美丽的文字 在277页 我找到了一个句子 说 杏花瓣纷纷飘落 宛如月光的碎线 这句话其实挺美的 这个杏花的花瓣像月光的碎线 听不错吧 但是告诉你 这是整本书 这50年历史的写作中 就一个美的句子 我还在48页找到了半个美的句子 是这么说的 深秋十分 芦苇仓皇 白鹿为霜 刘盈在枯草中飞行 这个读者也挺美的 但是你看看后文 说的是 碧绿的灵火 在前方 贴着地皮 闪烁跳跃 不时有腐臭的气味 随风而来 我知道那是一句陈年的尸首 皮肉虽已烂尽 但骨头还在散发着臭气 哎呀 你感觉一下 还有第45章 我读了一个挺美的句子 它说 路边的国怀树将白花抖落一地 你看这个抖落这个词也很好 对吧 很美 但是后半句是 不远处的一只熊猫式样的陶瓷 垃圾桶里恶臭扑鼻 不时又拉着蔬菜的三轮笼用拖拉机 喷着黑烟狂抖着南下 但一到十字路口就被交进蓝处 你说这个人都可恶啊 上半句特别美 下半句那乌着不开 他就是这么搞笑 这么乌对吧 所以我们看了之后就觉得 他跟主流的玩意儿 他完全不一样 他不是一个派别的 而莫言还解释了一下自己的这种写法 我把这段写法送给大家 也算是对无偿的最后的总结 我认为当以高雅的姿态写作 以优雅的姿态写作 以庄严的姿态写作 变成一种时尚的时候 像我这样胡乱的写作 就具有了革命的意义 或者反革命的意义 我对自己胡乱写作的解释是 所谓胡乱写作 就是直面自己灵魂的写作 就是不像流行的道德观念 价值观念妥协的写作 也就是写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 而不是自己嘴里想说出的话的写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